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杰萱,我是竹子 成都GOTOR活动即将到来 日前相关部分的文字党也得到了更新 所以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还有分析吧 首先是有关成都GOTOR特殊调查方面 目前看到总共是有9个阶段的 前阶段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任务 还有就是要求训练师们选择自己的主题宝可梦 来到第四阶段,根据文字党所显示的话 到时候将会有火箭队相关的一些任务出现 第五阶段,文字党则有显示比较重要的 就是名为暴怒的暴理龙 这是否就意味着闪光版本的暴理龙将会出现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好期待一下吧 第六阶段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跟训练师们一开始选择的主题宝可梦做一些互动 第七阶段方面则是需要训练师们结交朋友 第八阶段的重点则是放在斯拉比身上 到了第九阶段就开始引入了亚洲的事件 也就是等等会再另外让训练师们去遭遇以及入手至尊的爱女凤王 再来我们文字党也有指出到时候将会有go tour的战斗挑战 总共会有11个步骤是需要去完成的 战斗挑战相关的资讯目前可以看到到时候是可以让训练师们自己去选择是否冠取到管训练师的挑战 需要训练师们选择金版或是银版时会有出现的各种不一样的加成 其中包括就是有熏香不一样吸引的宝可梦加成等等的 2022年成都go tour活动上面进化挑战相关的一些文字党 拍摄snapshot照片相关的任务 目前看到的是需要训练师们拍摄三圣兽也就是雷公园地以及水君的照片 再来则是有在补给站挑战道馆训练家的一些文字党 目前各系的一些道馆训练家呢已经被挑选出来了 其中包括就是虫系龙系格斗系飞行系等等的都有自己代表的一个训练家 各队队长全新的一些对话文字党更新 好了再来我们有重点也就是全新登场的至尊暗影凤凰 以及至尊暗影若奇相关的特殊调查方面 目前根据文字党来看的话呢 该个特殊调查总共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第一第二个阶段是让训练师们先遭遇凤凰 然后就是可以捕捉入手至尊暗影凤凰 来到第三第四个阶段的话呢 则是遭遇还有捕捉自尊暗影若奇亚 大量相关新增的一些外观实装文字党的更新 还有最后的话则是让训练家们亲身踏入关都活动的一个文字党相关 这也就意味着成都的活动呢正式落幕过后 训练师们将会进入关都区相关的活动 其中包括就是有捕捉挑战 然后可以在补给站挑战GOTOR的四天玩 训练师们各自三大阵营的七席地变更 还有就是名为正式踏入关都区的特殊调查 目前看到总共有六个阶段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最新更新成都GOTOR 相关文字党部分的一些资讯还有详情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小朋友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最后的言论呢 请我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谢谢咯 拜拜